我没有嫌台湾 我没有嫌台湾 最后来就越听越顺耳吧 最后来我就主动跟他说 叫爸爸 帽逼 爸爸操我 爸爸好爽 爸爸你的脊髮好大 爸爸想要被你操我 我操真的好爽啊 大家好我是阿空 我是Eason 欢迎收看南投影大学堂 我们什么都聊 今天欢迎高赞 嗨 嗨 大家好 我叫高赞 高赞是大陆哪个成本的 你只要讲大家就会误会了 光是自我介绍一出来 那个大陆讲就 我跟你说你们待会在聊天的时候 就会觉得 我现在说高赞是台中人 但是待会在聊天的过程中 你就会感觉不可能 就假设我是大陆人 你们比较不会觉得冲突吧 平常在上海工作 但你平常讲话是这个 依靠吗 我跟你讲 他现在还有很努力的在订 他这个随性起来就完全是大陆人 但我先说一下 就是台中彰化本身就已经有一个枪了 我现在还有吗 没有 他现在没有 他现在连台语都非常地北定 对 好 你现在这个题目呢 就是毕竟他在大陆工作了五年 但那之前他都是一直在台湾生活 所以我们就很好奇 他如果跟台湾人的打炮方式 有没有什么 身为一个网黄 你应该就是两边都 要这么快出 不行吗 不是 你坐在这边的时候 那个推特就放在这边 对 都已经打在下面了 对 那请大家先关注一下 好 在台湾中演员 台湾青少年成长研究历程说 针对五千名以上的受访者 展开十年的追踪 从信念大概占台湾总人口数的5% 其他国家介于3到6%的指援 台湾的是5% 约莫就是115万 如果你们男同事的部分就是占57万 这是一个以概率算出来的一个数字 那如果是中国的话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14亿人口 如果你只算3% 总人口数都来到了4千多万 那坎半也是2千多万 几乎是超过台湾的人数 中国大陆的男同性恋 就可以把台湾演过 可想而知他们的同性恋文化应该很强吧 对 就虽然说中国地大 但是因为通常同志会喜欢往北上往生 想把工作又想去玩 所以就几乎同志都在这些大城市 所以密集度可以说是相当高 好玩的当然就是很多啦 特观的说 特观的说就是会比台湾还要好玩 他每次都一直嫌台湾的西风险 我没有嫌台湾 我没有嫌台湾 那我反过来说台湾有什么好玩的 台湾有很多好吃的 就是我很喜欢台湾的小吃 那我要问你就是你觉得大陆人跟台湾人打炮 你觉得哪里不一样 我觉得打炮就是姿势应该全世界都一样 也就那几种姿势 那主要就是用语吧 你看我的口音 才去几年就被你看 童话成这样 我刚到大陆去的时候 我会有一些想要放松的时候 我就会约人嘛 可能是我长得比较高大 遇到一些比较奴性重的零号角色 在过程中当时会说 爸爸操我 爸爸好爽 爸爸你的肌膀好大 爸爸想要被你操死 我操真的好爽啊 你教会骗 是不是很道地… 教爸爸这一件事 我一开始我觉得怎么这么奇怪 因为在台湾没有这样子 但是你去之前有听说过吧 看辫子都会看到啊 一开始就是他们叫我爸爸 我会觉得说我叫起来没有感觉 所以后来就越听越顺耳吧 所以后来我就会主动跟他们说叫爸爸 说到叫爸爸这件事 我好奇问一下 那他们平常真的要说爸爸这个词的时候 会被人误会吗 他们都会说父亲耶 所以讲爸爸的时候反而 因为通常小朋友可能在叫爸爸妈妈 你长大之后可能就叫爸妈 在台湾可能就爸爸妈妈吧 所以他们都说台湾人我怎么这么爱撒娇啊 虽然你们认为说我现在口音比较重 但其实他们认为我讲话还是偏撒娇的 所以就语气而言 你们就会感到很大的差异 光听语气你就会觉得他们 比较豪放一点 比较粗犷一点 把这个口音带到床上 就有些零它会觉得特别带劲 那你刚去然后台湾口音还比较明显的时候 他们有因为这样子而不喜欢你 当一号的样子吗 不会耶 他们会觉得很新鲜 因为是台湾对 新鲜 而且就是台湾人有个算是特别的标签吗 他们会觉得说好特别 因为比较少遇到吧 就因为台湾人对日本人会有一个倾诉 我觉得大陆人对台湾人也有一个倾诉 他们觉得台湾是一个宝岛 有机会要来台湾看看 对 然后拉弯弯 也有台湾人 那除了叫爸爸还有什么特别的语辟呢 还有一个就是 烧逼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 烧逼很日常啦 烧逼在台湾也有吗 都是被大陆那边影响的 但是我们后来也会讲 只是比较少 在台湾其实大部分比较常叫的是哥哥跟弟弟 哥哥跟弟弟吧 对对对 哥哥跟弟弟 我很久没有用这个 在大陆也很少用 因为身边的人都不会用 刚开始我去的时候我会说 弟弟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就会说干嘛要撒娇 他们就会很新鲜啦 后来我也就是陆尽随俗吧 就我朋友在跟我讲 他就觉得台湾零号很多 尤其是北部 然后他也有说好像不同的城市 一号零号分部不太一样 嗯 我也常听说 这只是一个传说 并没有经过精确的统计 在大陆就是有说 如果你是想要找一号 那你就去东北 就是山东人活特别好 然后刚好我有认识几个山东人 应该是民伏虚草 下面也真的比较大吗 我认识的都还不小 应该说山都口音嘛 特别粗犷 然后同军的也特别多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零号 每次在上海待逆了 然后说我要去山东玩一下 就去山田 他快乐乐出门 不过来来回家 他就很喜欢去山东玩 他可能就挑在那个军营附近嘛 然后就是军人 就是可能收价 或者是可以外出 反正他是玩得很开心 我没有去过 我不知道 可能也跟人口比例有关系了 那个小吊也是跟我讲说叫我去那边 小Z他之前去山东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受 那你们应该结伴去啊 我不要 我 我就当一号的 我跟你讲 所以要找零号要去哪里 我们接下来要讲 就是假如像我跟你就是一嘛 我们要去放松一下 没事 我也是可以的 现在是为什么 你先去山东好吗 然后你再去我们 要找零号的话就去成都 成都有一个美名叫做Gay都 两个经典的 既然成都可以被冠上一个标签 你就知道那边同志文化有多 多 多 成都它是四川盆地 所以那里湿气重 人家的皮肤都会特别好 人容易长得白白嫩嫩的 当然就除了同志 还有其他很多好玩 成都也有很多美食 所以你自己有去过成都玩过吗 我去过啊 我蛮喜欢成都 那你感受起来真的是像别人讲那样吗 嗯 吃到什么好货色 就很多啊 也不是说很多 也没有很多啦 我很少人 你少人 很少人 然后他还有说一件事情 就是他觉得大陆跟台湾人相比下来的话 他会很比较港版 嗨 我是Eason 我是阿空 我们是南通大学堂 我们有一个专区叫 金主爸爸会员专区 在这个专区里面呢 我们每个月会再多录一支 专门为金主爸爸们准备的题目 如果之后反映好的话 有可能会改为周更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大家可以留言 按赞超过一个数字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自己的影片 那也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加点赞 请不吝点赞 我真的太久没回来台湾 这次真的是大开眼界 因为就跟我头几年 完全不一样 可能以前就有这个状况 但是我没有接触到 那可能那个PREP 是近几年才有的吧 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大家就很喜欢五套 那基本上这在大陆 就算有PREP也比较少啦 就比例上来讲 因为我这次回来 十个大概有七八个就说 那可不可以不带套啊 那他有说自己吃PREP吗 有 每一个都这样说 百分之百的人都说 我有吃PREP可不可以不带套啊 然后我就说 可以啊 但是就是要检测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 很奇怪 中国的文化有这个件事情 就是会喜欢在筛检的东西 但是我个人 我个人 没有没有不止你 我有安排要去大陆的行程嘛 然后我有跟他们的网话 我问的那几个 都有给我提到这件事情 就是当天当场 现场 快筛那种 快才有那个试剂 那个试剂上面就两条 一条是没毒的 一条是HIV的 所以就第一量第一小量 对不起 我还是会教一下 首先PREP只有防HIV 其他性病防不了 所以就是其他的部分 你要承担这个风险 然后另外一件事是 现场检测这件事 我觉得你对这些疾病 真的要够了解 不然如果是在 对疾病不够了解的情况下 突然知道了自己有中的话 那个心理压力很厉害 他之前说有遇到一个 就是检测出来 然后有 然后当场哭 所以我们台湾的 应该就是私下去测 比较注重的隐私 所以他们在被我问到这一句话 他们有时候会想说 那就算了 就基本上我被拒绝的比率高达9成吧 因为对你来说 现场测已经是平常的事情 对 我觉得可能比较注重隐私 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 虽然说现场检测 但并不是百分之百 因为有空创期 对 而且快晒通常准确率相对低 其实像听下来我觉得大陆人好像已经习惯他们有很多像欺骗的行为或者是假货的问题 特别他们会比较习惯现场的验 但是台湾就是一个相对他们觉得 我不知道耶 其实这种信任是没有来由的 不见得是安全的信任 但是就是会莫名其妙的选择相信 然后可能在他们成长过程中 这样子相信出事的人也是少数 这样算一段相怨的就是一个 大家都不要说那应该就没事吧 的那个感觉 大家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 然后也知道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这种习惯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台湾不是会有讲说 一号帝啊 或零号哥这种东西 但是他们那边没有这个东西 他们就是讲母一 母一跟一号帝好像又不太一样 那边就没有说什么一号帝零号哥 所以他们不会把个性跟真理的角色绑在一起 他们可能会说你当一号 你也可以照顾人也可以被照顾 所以就不会有特别这个用法 又不会用割地这个字 那大陆讲母一是什么意思 母一就是个性比较阴柔的 但有些人他也是故意装出来 就是好玩嘛 不管是一号零号就是比较熟的 在大陆就会姐妹想 对 他也是这样子啊 有一些社群会 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就是 你为什么要叫她姐姐 第一个就是是好朋友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今天又不想再约了 所以叫姐姐吧 我们做好朋友吧 哦哦哦哦哦 然后对方的评念 我们已经不可能了 那再来就是你不想给别人睡 这是某种婉转的拒绝 但是也仍想保持优好关系 是的 在台湾约完之后很有可能会聊天 但是在大陆约完之后就没有就散了 不太会往来 在聊天可能就是要约下一次而已 当下不会继续聊 当下会简短的聊一下 在这里有可能我个人啦 因为我太喜欢聊天 所以我可能就是已经舒服完了 然后说哦那也该散了吧 所以其实这个故事是在讲说 你是一个很渣的人 这样吗 我确认一下一开始会是怎么约到 约是APP 哦 APP真的很多陷阱 也不是陷阱 就是很多美化的数据在上面 就是我这一次回台湾 就发现怎么台湾人都这么矮啊 台湾人都这么老实 就我看到很多就是1米6 1米65 在上海 我几乎没有看到1米7以下的 因为在大陆统治太多 所以就很卷 所以可能1米65的就虚报个5公分 1米7的就175 175就178 反正我周遭的朋友都是这样子 他们都会往上报个2 3公分 然后他们就会什么深陷膜 都不用虚报 就破199 他好报其他的地方 哪里 但好报是年龄的部分 他说那个地方 也没有超过30岁的game 我在那边的软件上面 9成以下都比我小 但身高的话 我觉得台湾有一批人是喜欢矮子 可是大陆就不是这样 他的意思是大陆就都爱高的 大陆的我真的觉得是比较严重 而且谁的照片都很严重 要么批 要么就是直接那边是假照的 台湾是如果这个人长得不好看 然后不放照片 或风景照 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 都会放风景照 反正我运动都是这样子 不行我还要再讲一个东西 就是台湾的人就是身材好 怎么约都可以 是吗 是吗 是吧 台湾人真的非常注重肌肉这个东西 我内地朋友他们都说 你如果身材我去台湾可以吃得很开 我这次回来我也很有感觉 因为我19年的时候 我还没开始健身 这几年有一点点线条出来 然后就好多好多很巧 但是就是我这个身材 在大陆就算是普通吧 因为他们就是很看中和吧 很看你的个性啊 行为身高 长相 下面大不大 我不知道台湾人对于机器小一点 但是身材很好的 1号是不是吃得开 这我不太清楚 就这一个丑的然后机器大跟身材好的机器小 对 刚才要看需求耶 我们误一下制作人好了 不是不是我们直接请观众留言 因为我们时间超快的 好总之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 大陆跟台湾的不同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对于你是比较需要身材呢 还是比较需要屌大呢 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界限 不是应该是说你遇到的大陆人 你会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们说 我是阿空 我是Eason 我是高正 南东大学堂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